主料,低筋面粉80克,辅量,葵花紫油35克,鸡蛋3个,糖4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所有材料。 鸡蛋带白蛋黄分开放,在两个物油无水的容器中,带麦用电动打蛋器低速打至粗泡,加入1%的糖转中速继续搅打。 打至细泡时加入1%的白糖转高速搅打,打至有纹路出现,泡沫细腻时加入剩下的白糖继续搅打,打至此状态时转低速搅打,至出现短而直立的尖角后,放入冰箱冷藏待用,蛋黄打至颜色并且棱稠,取一半的蛋白加入到蛋黄液中搅拌均匀,切记花圈搅拌,搅匀后的蛋糊重新倒回蛋白中搅匀, 切记花圈搅拌,把蛋糊搅拌均匀,蛋白蛋黄糊拌匀后分次删入面粉,拌匀的蛋糊,取少量蛋糊加入到油中拌匀,再把加入油中的蛋糊重新倒回拌匀即可倒入模具中。 在桌子上振几下后,放入约润好150度,把烤箱中烤制45分钟即可,搅拌后倒扣在烤廊上,拌冷却到手温后脱模,烹饪技巧。 蛋糕会不会消泡,主要是蛋白一定打到位,搅拌过程中不能划圈搅拌,把拌好,面粉的蛋糊取少部分放入油中搅拌均匀,后再重新放入蛋糊中搅拌是避免消泡。 烤箱的温度和时间按自家烤箱脾气调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